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七月新番最受大家关注的夏洛特 夏洛特是由人称大魔王的马之准撰写的第二部原创动画 上一部作品是同样引起广大回响的Angel Beat 作画与角色设计同样分别为Pierre Walk 与Nega 担当 故事叙述主角 可儿江西鲁鲁修与女主角 天斗 尤伊贝 所上演的一连串日常与神展科业 遥想当时我还心装装的跟大家推荐说 哇 夏洛特好好看哦 诸如此类的话 但说着十那十块 直到第十一集播放时 所有的透漫评论者都被打脸啦 虽然话是这么说啦 但是我并不后悔我当初这么认真的推荐夏洛特 因为我认为夏洛特它依然是有许多看点的 也有许多会让人感动的地方 只是处理的不好而已 这种感觉呢就像是说我吃一个料理 我觉得它很难吃 可是呢你不能否认它的食材是好的 只是厨师处理的不好罢了 你鱼该蒸半小时就是该蒸半小时啊 你不能够只蒸十五分钟嘛 你说对不对 你肉该腌三天就是该腌三天 你不能够只腌一天嘛对不对 讲难听点啊 虽然我们客人都不是专业的 但是我们是吃得出来的啊 在进行夏洛特跟Angelbit的比较之前呢 我想先跟各位讲一个事情 就是任何作品一旦扯到时空穿越 就会变得很麻烦 为什么呢 每一部涉及到时空穿越的好作品 一定都用了大量甚至是整部作品的时间 去处理这个梗 虽然时空穿越看似是一个十分开挂的手段 但如果你要改变的事情越大 你就要穿越到越过去 难度自然也越高 正因为时空穿越是这样一个严重影响天平的SL大法 所以时空穿越发动的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或是目的 才能保持天平的平衡 即便有着强大的敌人或是目标 任何扭转命运反败为胜的手段 总不能搞得像一句 使者苏醒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带过吧 而尤语的SL大法竟然用在发了个好病痰的妹妹身上 再看看妹妹之后的表现 我说 妹妹啊 你来说干什么的呀 卖萌吗 我说要卖萌的话 就在拍一个魔法少年阿Yumi不就好了吗 救了妹妹的行为硬生生斩断了尤语与学生会之间的羁绊 并强行接上了另一个主线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亲手养了一个十几年的孩子 某天有个人突然跑出来跟你说 其实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而大魔十分厌民地把一份对半砍给了牧师 而沙拉就好似大富翁你的命运卡牌般的消失了 与Angel Beat相比 夏洛特确实退一步了许多 别的不比较 光是AB的歌曲与音乐便完爆了夏洛特的所有歌曲 据我所知啦 Angel Beat至少有四首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歌曲 又为了追求木匠而伤痕累累 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真正有的是什么的 My Song 也有励志而充满希望的疗愈席歌曲 Rap Song Rap Song 更有集聚训练力 总是把观众程序牵动至高手的一帆楼保护 Mindna de mita yume wa kana la zu mo te ku 即便是竞争四季的剧情 也有爆发力十足 让观众热血了起来的 Zomb of Triple S Zomb of Triple S 而夏洛特却缺乏这些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歌曲 1D充满了希望 却又太过充满希望 以至于冲淡了熊儿的死 冲淡了熊儿 熊儿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清晨沒有你明確 夏威特的歌曲,其銀色都太過平和,太過理想化 甚至有些歌曲跟劇情根本巴幹都打不著 以至於除了六七話以外的劇情,都無法帶動情劇的起伏 人物設計,劇情結構,都不難看出夏威特有不少angel bits的意思 夏威特幾乎保有了AB所有的缺點,甚至變本加厲 AB的優點卻通通丟失,AB儘管差頻不少,但仍有一個明確的核心價值 角色雖多,但各個角色的理念都圍繞著AB的核心價值 不再遺憾,從因為現實的遺憾而反抗,到最後自身的調適而不再遺憾 通往希望的新人生 夏威特似乎也想帶給我們一些現實的衝擊 但後期的希望卻又太過龐大而不真實 他並不是像YUI那樣選擇相信,也不是像可塑性記憶那樣的心境轉換 而是用一個不真實的中二目標,去強硬扭轉命運 我相信這是為了收前面浪費太多時間的爛攤子的強硬收尾 或許,我們都抱了一個太高的期待 期待麻痴鎮 期待這位寫出Clanado的麻痴大魔王 期待修正AB的遺憾 期待很多很多 沒想到 得到的 確實比重蹈復撤更糟糕的發展 當我看著一板有雨 我期待的是一個 從原本插進的渣男 因為女主角而漸漸改變 最後 因為女主角的建議 而醒悟出了一個不得了的目標 但夏威特卻顯得隨便而不真實 當我看著有力耐續 我期待看見一個因為現實 而不信任他人 卻因為主角而逐漸敞開心扉 但一切 卻為了救妹妹而盡速毀滅 當我看著高層 我期待她是一個扮演AB日向的角色 平時看起來搞笑 雖然總是靜靜待在一旁一起行動 沒有說些什麼 實際上卻是默默觀察一切 是最懂女主角的人 對事情也有自己的想法 默默的挺身而出 說些瀟灑的話 當我看著又笑沒殺 我期待 夏威特能夠用更多的時間 去詮釋這兩姐妹的故事 最起碼最起碼 也要像AB一樣 用一整集的篇幅 去敘述這兩姐妹的故事 對於超能力 我更期待她來自於一種 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強烈情感 或強烈執著 不論是有力耐續的隱身 卻期待被發現 高層的奮不顧身 美沙特正義之火 亦或是 又笑的強烈思念 說了這麼多 最後總結一下 縱觀AB跟夏威特 馬之准似乎人不了解 動畫劇本該怎麼寫 再加上幾乎沒有一個 代表性的高潮劇情或歌曲 使得夏威特完全比不上Android Beat 不過對於人物設計 跟第七話 個人評價還是不錯的 說到這兒 我突然想起張愛玲說過的一句話 一個人 學會一項本事 總是捨不得放著不用 想得出好劇情是一項本事 但收的功力更為重要 段話就像是一個挑色盤 如果你硬要把所有的顏色 通通塞進去的話 它並不會是彩色的 而是混亂的黑色 我是浮雲 我們 有緣再會 登登登 登登 登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